和图洛书是中国古代流传下来的两幅神秘图案 蕴含了深奥的宇宙星象之理 被誉为宇宙魔方 是中华文化阴阳五行数数之源 但要考究和图洛书的来历 实在是中华文明史上的千古之谜 事实上 关于和图洛书的图示一直只有传说 但始终未见其形 现在流传下来的和图洛书图案 不过源于北宋 北宋开国之际 有一个有名的道士陈团 相传他与宋太祖对弈 赢了整个华山 当时 陈团正在华山隐居 而赵匡应只是一个浪迹江湖的小辈 陈团善忘记向人 知赵匡应日后必为天子 便提出以华山为赌注与赵匡应一起 赵匡应心想 这个赌注大事大了点 但跟我没半毛钱关系啊 即使下棋输给了这老道 那也没什么损失 就答应跟陈团对弈 结果陈团联姻三局 并让赵匡应立约为拒 赵匡应一看陈团这架势 搞得跟真的似的 因为老道士开玩笑来全套 也就哈哈一笑签字画鸭了 没想到日后赵匡应飞龙在天 在黄袍家身后 竟然赢得了整个天下 但这位北宋开国皇帝 却在此前就输给了老道士 陈团一座华山 赵皇帝日后嬉戏想来 这老道士陈团可真是个高人啊 由此可见 这个道士陈团实在是一位 能够堪破天机的道家高人 当然 这只是民间传说 但也能从中一窥 陈团老祖的神奇 且不论陈团是否能堪破天机 但他手中确实是有道家的秘密传承的 这其中就有和图洛书的图示 陈团提出的图示叫做龙图义 所谓龙图三变 一变为天地卫和之术 二变为天地乙和之术 三变为龙马富图之形 但是 陈团在龙图三变之后 并没有提到和图洛书的名称 第一次给这两幅图命名的是 北宋医学家刘穆 他经研陈团所传龙图义 著书艺术勾引图 于是 和图洛书才为世人所知 在此之前 关于和图洛书的传说 均只有相关文字记载 最有名的就是一传 戏词中的和出图 洛书书 圣人则志 这段话记载了 关于和图洛书出世的 两则神话传说 相传 上古福西事时 洛阳东北梦金县境内的 黄河中浮出龙马 背负和图 献给福西 福西依此而演成八卦 后为周易来源 又相传 大雨时 洛阳西洛宁县 洛河中浮出神规 背图洛书 献给大雨 大雨依此治水成功 碎化天下为九州 总之 从现存的有关史料来看 和图洛书的来源 古老悠久 扑朔迷离 可追溯至上古 便是和图洛书的图示 经过北宋道家人物之首 公布于是 后人也有诸多质疑 和图洛书 只在神话之中 所见之人都是三皇五帝之类的千古圣君 其后早已失传 那么和图洛书怎么会在道家手中 有人质疑北宋 臣团提出的 会不会只是道家的修炼图 也难怪后人会对此有争论 实在是和图洛书的来历在神话传说中太过于久远 而且早已经失传 更重要的是 和图洛书乃是中华文明的命脉 由不得不万众瞩目 至于和图洛书到底揭示了什么 乃至会成为中华文明的命脉 这又得从常说起了 和图上排列成树镇的黑点和白点 蕴藏着无穷的奥秘 洛书上 纵 横 斜三条线上的三个数字 其和皆等于十五 十分奇妙 据称周易和洪范两书皆源于和图洛书中玄妙排列的奥秘 而周易 洪范在汉文化发展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 在哲学 政治学 军事学 伦理学 美学 文学诸领域产生了深远影响 作为中国历史文化渊源的和图 洛书 功不可没 当然 和图洛书中所蕴含的奥秘远不止于此 有人提出和图乃是上古星图 和图之中藏有宇宙的奥秘 和图之和乃是宇宙银河 而洛书乃是变化之道 蕴含着空间的秘密 至于宇定九州 是否从洛书中得到天机之密就不得而知了 更玄乎的是 还有一种说法源自火星男孩波利斯卡 他说中国的和图洛书其实是上古文明遗留下来的 是高科技设备的操作手册 领悟了和图洛书的奥秘 就可以掌握时空的秘密 到时候 穿越宇宙星河 也不过是咫尺天涯 除了古史 还保留着一些关于和图洛书的记载之外 再也无人真正见过和图与洛书 就连孔子当年想要深言义礼 最终也只能感叹一句 凤鸟不至 和不出图 落不出书 无意以赴 意思就是说我不能亲眼地看见这两幅神秘的图案 我也无能为力啊 之外 还有管子小陈述中也有所提到 西人之寿命者 龙归甲 和出图洛书的出神黄金三亚未有见者 以及汉代流行孔安国等人的著作中也多次提及 但是却没有详细的描述 更别说有具体的图案了 那么由此可见 和图洛书在古代似乎是一种神话级的传说 就如同我们现在所说的龙一样 只能闻其名 不能见其行 这样的情况一直持续到后来的宋朝才逐渐有了转机 这一切要归功于一位隐居在北越华山之巅的世外高人臣团 他根据古人的些许记载 在结合医学上的阴阳五行九宫八卦制作出来了龙图艺术文中 载有龙图有序一文曾经讲到 龙图有三变 即一变为天 地位和之树二变为天地以和之树山变为龙马 富图之行 不过 陈陀在龙图三变之后 并没有提及到合图和洛书的名字 只提到了龙马富苏之行 其中是暗指合图洛书 第一次给这两幅图命名的是北宋的艺术家刘牧 他以著书艺术勾引图 于是合图洛书的具体形象才流传于世 为世人所知 那么也就是说在宋代之前 合图与洛书已经消失了三百多年的时间 在此期间根本没人知道他长什么样啊 那么说到这里 问题也就来了 陈团已经记载出来了龙翼图 但是谁能证明他画出来的那两幅图 就一定是真正的合图和洛书呢 谁也不知道是不是盗版的呢 毕竟大家谁也没见过正品 这是还真不好说 甚至还有人怀疑合图洛书 很有可能是一则虚无缥缈的传说 根本不存在于真正的合图或者是洛书 就这样 关于合图洛书真假的问题 还迟迟给不出来一个定论 一直拖到上世纪九十年代才逐渐有了眉目 1985年 安徽省寒山市邻家滩村 一位农民在挖地的时候 挖出来了很多奇形怪状的石头 考古队现场勘测之后 断定此处应该是距今五千三百多年前的部落遗址 在此之后的两年里 考古队先后进行了三次大规模的挖掘 除了挖掘出来大量的远古文物之外 还从其中的几座墓葬中发现了几件形状奇特的玉器 就比如编号为87M4的 大部分就有一件玉龟 这件玉龟的形状完全仿照了龟的形体 由背甲附甲组成 别人最为奇怪的是 这个龟的背甲与附甲上均有状况 而且这些状况似乎存在着某种意义上的规律 此外 这两块龟甲间还夹着一块形状特别的长方形玉板 玉板的中心有八角形纹 向外有一大一小的同心感 之间有八个玉龟形的图案 并以直线划分成八等分 分别指向东南 西北以及东北 东南 西北 西南八个方向 考古人员经过研究 最终认定这玉板上所刻的图案 应该正是事项八卦最原始的版本 但是让人疑惑的是 玉板的边缘同样也存在着密密麻麻的转口及数量与分布 似乎也存在着某种难以解释的现象 后来经过多方的对照 他们终于发现这些状况 好像与宋代倒是成团所画的洛书有着些许相似之处啊 再加上与之童年被发现的河南濡洋 西水坡形也被发现了 距今6500年前用贝壳绘制出来的青龙 白虎等图像 完美的诠释和图中的事项 以及28星宿神秘消失了5000多年前的河图洛书 竟然以这样的方式重建天日 简直是个奇迹啊 与此同时 也充分地证明 河图洛书并非神话传说 而是切实存在于世的上古神秘智慧的结晶 同时 在2014年 国家将河图洛书正式列入为非物质文化遗产 不过啊 说到这可能大家都会有一个同样的疑问 那就是所谓的河图做出到底是有什么神奇之处 为什么几千年以来人们始终对它念念不忘呢 干嘛非要研究这个东西呢 事实上 不光是我们的古人在研究河图洛书 甚至连近代的很多科学家都在研究这两幅图案 而且还将其称为宇宙魔方 认为其中蕴含着整个宇宙的终极奥义 甚至还有人认为 河图这个河并非是指某一条河流 而是指星河 是指天上的银河 所谓的河图 其本意是指古人从星河的运转当中摸索出来具体的规律 从而绘制出来的星河之图 譬如北方一个白点在内 六个黑点在外表示玄武星象五行为水 东方三个白点在内 八个黑点在外表示青龙星象五行为火 南方两个黑点在内 七个白点在外表示朱雀形象 五行为火 西方四个黑点在内 九个白点在外表示白虎星象 五行为金中央五个白点在内十个黑点在外表示室空气点 五行为土 这就是我们常说的在天成像在地成形 像济世天象是济世形式 其中包含着二十八星宿组成的四象 以及北极星象征的天极始为天下 在地上则对应着青龙 白虎 朱雀 玄武 明堂这五种形式 此外在这个基础上将河图落书中这个五个倾向不动 以右旋的形式进行排列的话 会形成一阳五行相生相克之力 集水生木 木生火 火生土 土生金 金生水 所以在古人的眼里 左旋为顺天之道 为生之道而右旋 为密切之道 是灭亡之道 根据科学家的观测 我们所在这个银河系如果以仰视的角度来看的话 正是左旋运动 这也进一步的证明 几千年前的古人早就比现在的天文学家们 总之 河图落书就是一部无字天书 里面蕴含着这个宇宙无尽的秘密 没有人能够说出他们到底要表达什么 后世自然不可能全部解读出他的秘密 但就是这样 河图落书所演化出来的文明 已经让后世瞠目于这两幅图形的玄奥 大道至简 宇宙的奥秘尽在河图落书之中 由不得后世之人叹息一声 此图只因出现在神话之中 当有龙马 神龟祠等天生神物所载 只有三皇五帝祠等千古圣君方能解读 然而 上世纪八十年代的一场考古 竟然让这幅神话传说中的河图重现时间 1987年河南浦阳西水泼出土的行一幕 距今约六千五百多年 幕中用贝壳百绘的青龙 白虎图像栩栩如生 与近代积物差别 河图四项 二十八宿俱全 其布置行翼 上河天星 下河地理 据专家考证 行翼目中之星象图可上河二万五千年前 这也证明河图落书为上古星图的说法是可信的 也不知道是不是机缘巧合 冥冥之中自有定数 在童年出土的安徽寒山龟富裕片上 又发现了落书图像 距今约五千多年 自此 神话传说中的河图落书竟然真的出现在了世间 而在这场考古发现的重大线索中 河图落书的存在时空直指上古 当神话传说中的东西被找到 这不能不让人产生无限的遐想 上古究竟是个什么样的时空啊 或许真像火星男孩波利斯卡所说的那样 河图落书本就是上古文明传承下来的东西 我们或许无法全部解读出河图落书中蕴含的无尽奥秘 但也不应该否认 在产生河图落书的那个时空中 同样存在着超绝的智慧 那里也曾演绎过璀璨动人的文明 而神话便是那个时空凌落的记忆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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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